自從去年2月底 俄羅斯發動了特別軍事運動後 西方可以說對俄羅斯極度施壓 各式各樣的制裁全部都出來 現在俄羅斯應該有二萬多個不同的制裁強加在他身上 但好可惜 現在越來越明顯 這些制裁對俄羅斯並不有效 現在西方也開始慢慢了解到 極度施壓是失敗的結果 這裏有一個Trick 給大家看看到底是甚麼原因 首先由西方他們想做出來的期待是甚麼 所以看看原本Original Goals 原本的目的是甚麼 根據不同的政客說 美國的拜登說 希望通過這些前所未有的制裁 那個勞布就會變成垃圾 很明顯這並沒有發生 另外當時英國的首相和外交部長也多次說 俄羅斯經濟的輪跌了出來 The wheel is off 輪跌了出來 即是不能繼續讓戰爭提供經濟上的支援 歐盟呢 也要說歐盟也都說 會嚴重 Erode 即是 令俄羅斯的經濟基礎擀爛 很明顯 西方對這些預期達不到後果 包括對俄羅斯本身的經濟大小 有很多錯誤的估計 當時大部份的專家都認為 這次對俄羅斯經濟會有一個非常大的打擊 一個災難性的後果 Institute of Financial Studies 估計可能會跌15%的國民經濟生產總量 耶魯大學那邊說 耶魯大學那邊說 在俄羅斯失去外國商業的情況下 俄羅斯可能不見40%的國民生產總值 但實際上 2022年俄羅斯有一個輕微的衰退 只是不見了2.1% 離開他們估計的15% 或者整個經濟會倒下 又或者40%相差甚遠 要看看為什麼 我們一定要找出原因 到底這個錯誤的認知是怎樣 包括第一 俄羅斯本身的大小 第二 俄羅斯本身的發展 和俄羅斯經濟的重要程度 在以前一直說 俄羅斯只是一個有核彈的汽油站 因為俄羅斯出產很多營油 覺得俄羅斯裏面 可能其他東西都沒有 即是沒有工業 沒有那樣 事實上就不是 就算Harari 一個我都很尊重的作家 都說俄羅斯只是一個 一個加油站 如果石油跌到20元桶 普京的政權就會沒有 很明顯 這個並沒有發生 而我們看到 現在美國的戰略石油儲備 被拜登用了很多之後 用了一半之後 現在幾次想填滿它 價格都不對 每一次 美國想在68至72元一桶 情況之下 填滿這個戰略石油儲備 但很明顯 每一次跌到差不多 產油國組織就會減產 將油價高 這裏不止 另外前美國總統奧巴馬 都認為俄羅斯什麼都沒有做 沒有製造任何東西 很明顯是錯的 俄羅斯的經濟體跟意大利差不多 但結果證明俄羅斯的經濟體 看了什麼計 經濟體比德國還要大 這裏首先有第一個經濟體 計算匯率計算 最大就是美國 25萬億 中國18萬億 德國4萬億 俄羅斯在第九度 2萬多億 這就是計算匯率計算 但如果我們用PPP 用購買來計算的話 那又不是這回事 中國推上去 變成35萬億 比美國還要大 這是根據2022年的資料 美國如果用購買來計算 只是25萬億 而在這種情況之下 俄羅斯推上去第六 剛才我們看到俄羅斯這裏是第九 在加拿大之後 在意大利之前 但是呢 去到用購買來計算的話 俄羅斯走上來 就跟住了德國 將法國、意大利拋後了很多 俄羅斯的國民經濟總值 就是4萬6千多億 當然比起中國和美國 特大之外 印度都11萬億 在前面這裏 如果我們看 印度就是3萬多億 用購買來計算 打了三倍 第一 就是估計錯了俄羅斯本身 實際上用購買來計算的經濟體量 第一 第二 亦估計錯了俄羅斯裏面 佔全球經濟體量的份量 這裏也有一個表出來 就是由2011年到2019年 美國佔的經濟體量 曾經由低去高 一直推上去 這就是用交易率計算 中國由10升到16 美國由21升到24 但如果我們轉用購買來計算 看到分別 美國由16.3跌到15 而中國由14.4升到17.3 中國在全球購買力上來 已經爬了頭 而俄羅斯本身跟德國是差不多 佔8.3 如果我們純粹用匯率計算 俄羅斯只有1.2% 也不夠2% 但一用購買來計算 上升到3.2% 而德國又下降到3.5% 換句話說 一直用匯率來量度 國民生產總值 是不準確的 這是第一 第二 就是關於經濟本身 他剛才說了 其實俄羅斯的經濟跟德國差不多大小 第二 就是認為俄羅斯本身 是在國際貿易之中的位置 西方也錯誤估計 很多時候認為 當西方國家對俄羅斯發生制裁的話 可以制裁有效 即是說 俄羅斯的經濟要靠西方 或者靠其他地方 是遠遠高過西方 靠俄羅斯 這個understanding 這個認知 很明顯是錯了 實際上證明 俄羅斯沒有了西方產品 是可以覺得很好 而所需要的產品 亦都可以通過第二個途徑 是拿回來的 這裡應該有個圖 不是這裡 這裡我們看到 就是德國出口去俄羅斯 卡克斯丹和中亞區的份量 在2015年至2023年 去到2022年 俄羅斯之後 出口去俄羅斯的大跌 因此使得總額也大跌 但是我們看到 去Kurkistan和中亞地區的跌 大部分上升 換句話說 俄羅斯能夠通過第三渠道 拿到很多西方需要的東西 當然這是相向的 我們亦都知道 在能源方面 好像印度 或者其他國家 在俄羅斯購買大量能源 轉手賣給西方 俄羅斯依靠西方 和西方依靠俄羅斯方面 西方國家亦都估計錯誤 俄羅斯其實對西方依靠 並不重要 我們都知道 例如麥當勞離開俄羅斯 趕快有人把麥當勞鋪 換成俄羅斯本身的 國內類似的食店 所以這些事情是正在發生的 汽車零件、飛機零件等等 俄羅斯很明顯可以通過第三國家獲得 另外一個就是 認為俄羅斯什麼都沒有做 即是沒有生產 其實不是 我們發覺俄羅斯的工業 起碼現在我們看到 它可以維持 生產量 絕對可以支持戰爭 這裏我看俄羅斯的所謂的 零售業、食物 和其他貨品 俄羅斯的變化圖 另一個原因就是 俄羅斯本身也有一個非常能幹的經濟 和金融隊伍 這個金融隊伍可以說是非常非常好 在這麽困難情況之下 都能夠使俄羅斯的經濟不會停頓 即是換句話說 俄羅斯除了經濟本身有韌力之外 俄羅斯的管理團隊也是非常有效 這裏我剛才看到 如果我們要計算購買力的話 俄羅斯追過了德國成為第五大經濟二 可惜德國因為這個制裁自己 就向下走 看到這些西方國家的預算錯誤 和他們的結果不同 可以看到在這個制裁的經濟戰裏 他們又說是一個game of mercy 看看誰可以容忍對方 大家互相之間都不行 我們看到在歐洲地區 購買力的 Purchase Manager Index 購買經理的指數是下跌的 一般來說 在50%上下是經濟正常 跌至42% 其實顯示歐洲未來的經濟很弱 因為購買經理 他不買東西 即是自己本身的企業不生產那麼多 所以是指向一個衰退 這裏跟大家解釋為何俄羅斯日捱得住 其中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經濟體可不可以 在沒有跟其他經濟做交易之前 能夠自給自足 俄羅斯本身是能源國家 亦是一個糧食出口大國 即是換句話 俄羅斯本身自己人民的生活 是可以自給自足 這件事中國做不到 中國可以在食物上自給自足 能源就不行 所以中國政府大力地做再生能源 其實是希望能夠擺脫對外能源的要求 做到自給自足 但起碼俄羅斯在能源方面 以及在食物方面自給自足 至於技術方面 旁邊有一個非常大的生產國家 中國 只要中國和俄羅斯保持一個非常友好的關係 在技術上的支援中國可以提供 因此這次俄羅斯戰爭 我們看到的結果是西方 可以說 我經常說他們是自己淹了自己 到底後果點 大家未知 這裏有一個挺長的tweet 我會把這個直列放在這裏 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自己慢慢詳細研究一下